十位证明短发比长发迷人一百倍的亚洲短发女星,杨承林的超短发已经帅到女生都爱上了。 现在女生越来越流行剪超短发,这也归功于许多女明星纷纷剪掉心爱长发,大胆走出自己个人风格,所以别再有女生就该留长发的刻板印象了。 来看看这十位亚洲女明星告诉你短发才是王道。 1.郭采杰 郭采杰从歌手 十位证明短发比长发迷人一百倍的亚洲短发女星,杨承林的超短发已经帅到女生都爱上了。 现在女生越来越流行剪超短发,这也归功于许多女明星纷纷剪掉心爱长发,大胆走出自己个人风格,所以别再有女生就该留长发的刻板印象了。 来看看这十位亚洲女明星告诉你短发才是王道。 1.郭采杰 郭采杰从歌手跨界演员,更是一小时代在两岸三的打响知名度,绝对是短发女明星的代表人物之一。 1.长发的她虽然也一样甜美,但剪了短发后,反而更有个性,难怪郭采杰会剪发剪上瘾了呢。 2.曾知乔 从14岁就以Sweaty出道以来多方面发展,唱歌,演戏,主持杨杨来,而今年更是把心思放在戏剧上,在2016年还是必取女人入围第51届金钟奖,演技备受肯定。 3.肩婉短发的层之桥看起来更青春洋溢。 3.宋云化 以2014年第一部电影《等一个人咖啡打开知名度》的宋云化,隔年的《我的少女时代》更是入围第51届金麻将最佳女主角,也因这部电影简称短发,还获网友票选短发女星第一名。 4.邵宇薇 新生代女星少宇薇因电视剧1989亿年间改变原本甜美长发的形象,建成俏丽短发的清新风,被采访时还说我觉得短发比长发造型更多变,害怕剪短发的女生其实都不用再紧张了。 5.郭学浮 从模特而转战艺人的郭学浮,一出道就以短发亮相,这全是因为公司早就决定把他的衣头长发剪掉,认为长发像漂亮的路人,烧了一点腥味。 虽然郭学浮,虽然郭学浮坦诚有段时间一直肖像留长发,不过却也知道短发更能凸显五官。 相信大家也都认为比起长发,郭学浮其实更适合短发吧。短发更有明星架势的。 6.杨丞 SF 从一开始的可爱教主到现在越来越有成熟女人味,让杨丞都忍不住自豪剪什么造型都适合,还自称自己是成哥,不过耳上积短发的杨丞真的有点帅啊。 7.徐璐 中国女演员徐璐在2015年底翻拍韩剧《咖啡王子一号店》,为此剪掉招牌气质长发,还透露开始喜欢上短发。 帅气短发造型不仅大获好评,还有点韩国女星高俊熙的影子。 8.陈奕涵 一直以来都是长发大眼眉的陈奕涵,虽然原本就有张娃娃脸,但剪完短发后看起来又更加幼齿了,完全看不出年纪已经破三十了呢。 9.林依晨 SF 说到短发咱们不提一下最近才加入短发行列的林依晨,她为工艺剪去一头长发,从原来的气质变成俏丽,一样让人看了很清新呀。 10.张军宁 张军宁 张军宁应该是最让人压抑的短发女星之一吧。 留了十二年的长发,完全不心疼的一把剪掉,气质女神在剪完短发后,上次拍照与网友分享,让人大呼气着美女,长发短发依然那么美丽。 你最喜欢的短发女星是谁呢?快留言与我们分享吧!